爸爸妈妈 家亮说他还在开会 等开完会马上就过来 这么晚还开 没事 等他 等他来这儿再吃 欢欢 我在心安里碰到家亮在相亲 他说是家里人安排的 你了解一下吧 好 你一直看手机 有事啊 对啊 张小姐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看书 看什么书啊 最近喜欢陆宇的茶经 古书 你打游戏吗 那你打什么呀 打台声道 打实战啊 张小姐 我 我 实话实说 我们这一次见面的 其实是你父亲跟我父亲安排的 我本意是不想来的 因为我有女朋友 并且我和我的女朋友十分相爱 我们两个就是走一个过程 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 让我陪你演戏是吧 冰雪总理 你这孩子 那这样 那这样 我们家和一起 你要是啊 那个 看书 看累了 或者抬军当练乏了 想打游戏 或者踢足球的话 我叫我朋友带你 来来来 你扫我 看来他人的脸 不要那么错了 是啊 我们俩 别光看了 你尝尝这蝴蝶酥 别看样子不是很精致 但是特别好吃 你尝尝 好啊 味道还真的不错 还不错啊 嗯 味道还真的不错 嗯 味道还真的不错啊 宝宝 我堵在路上了 跟阿姨说一声抱歉 跟阿姨说一声抱歉 我马上就到 注意安全 我们等你 我们俩要不然出去逛逛 看看这季有什么新款 看看这季有什么新款 我想让这两个孩子自在一点 这好主意啊 好啊 那我们走吧 走 好啊 那我们走吧 走 咱们去红龙还是去瑞优吧 那不是陈欢的 好了 张小姐任务完成了 志明 你到里边去等我一下 好 行 那我们就合作愉快了 好 我先走了 江亮 你也在这儿啊 奶奶 您也在这儿吃饭呀 对 前些日子还和欢欢说呢 抽空去看看您 那这位是 这位是 是 奶奶好呀 是 我是她的相亲对象 奶奶 假的假的 都是假的 她父亲跟我父亲 安排了这么一个事情 好了 好了 年轻人的事情 年轻人自己解决 再见 пом真的很 喂 饿死鬼一样的 佳亮还没来呢 妈妈 我找身体 行 我不吃菜 吃点饭多行吧 这左探探 妈妈吃 成生的 妈妈 你别老吃 剩饭不健康 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你吃下来 好好的 吃 来 给你豆腐肉 爸爸 妈妈 佳亮说他还在开会 等开完会马上就过来 这么晚还可以 没事 等他 等他来这儿再吃 欢欢 我在兴安里碰到 佳亮在相亲 他说是家里人安排的 你了解一下吧 是佳亮 来了 佳亮说让我们 先不用等他了 我们先趁热吃吧 那怎么生呢 等他等他 这菜我就是为他做的 真的不用等他了 他今天来不了了 他说有一个大客户 一直不走 他也没有办法走 我们先吃吧 爸爸 来 这个 来家里吃饭 不是早就约好的吗 怎么又去见 什么客户了 真是他呀 姐 吃饭是叫尊重是他 好了 我说不用等就不用等了 他今天不来了 我下去拿个快递啊 一会儿就上来 妈妈 那个 我也下去拿个快递啊 好好好 都是你卑鄙无奈行的 佳亮 我告诉你 我现在脑子很乱 我不想见到你 不要来了 我们冷静冷静 别冷静了 别冷静了 再冷静就要冷静了 不会吧 你干吗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哪儿去啊 不是 你误会了误会了 真的是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 不是去什么什么相亲 那是工作 真的是工作的 谁家亮 我问你 到底哪句话是实话 你说你爸妈想见我是实话 还是你爸妈让你相亲是实话 不是不是 你说你爸爸想见我 结果见面见面 就是这样见面的吗 不不不 是误会是误会 我就是去走个过场 因为那个人呢 是我爸爸 什么合作伙伴的女儿 我没有办法不去 他们中间在谈生意 我就是过去 走 走 走 告诉他 没有下文了 你 你理解我一下好吗 理解你 先理解我呀 我妈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 就为了晚上你这顿饭 如果你实在来不了 你跟我电话解释一下呀 结果你整个人消失了 我都不知道你去干吗了 新家亮 你又骗我 我没有骗你 我也没有来不了 让我上去解释一下 好不好 要去干吗 跟我爸妈说你去相亲了吗 新家亮 你让我全家都像一个笑话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别碰我 快快快快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让我上去行吗 新家亮 大海王 把我们家陈寒当鱼养是吗 毛毛 你打我干什么呀 打的就是你 不再说谁是海王啊 就是你海王 相信他吗 谁相信他 我的妈呀 怎么就跟他过不去 没有 来 帮你揍他来了 你还 还要揍 我 我 干 干什么 小伙子 小伙子 外面那车是你的吧 是我的呀 赶紧开走 堵住车道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赶紧去开吧 别堵人家 赶紧的 我 我 我 你别说了 你车堵在门口了 你已经想到大家了 你赶紧走吧 是呀 小伙子 赶紧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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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走 赶紧走 赶紧走